这个笔记当中 这个是RPC 它的一个入门使用 就怎么样去使用RPC吧 对吧 就刚才我讲那个概念 实际上你如果没有 透彻的理解也没有关系 因为咱们还没讲完 我把这个RPC的这个入门使用 再给大家说完以后 你基本就差不多能够把这个理解起来了 那既然是RPC的入门使用 刚才咱们说了 你要使用RPC 肯定是调用远程函数 说白了 对不对 简单来说就是调用远程函数 既然是远程的话 咱们所说的远程 肯定要涉及到什么 网络 对不对 远程肯定就要涉及到网络 这里边还是 我们去带着大家 咱们回顾一下 这个够语言当中 够语言 它的一个一般性的 这个网络通信 对吧 一般性的网络通信 就是咱们之前所说的 Sock的通信 这个前面 王农军老师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应该会讲到 对吧 我们会有一天时间讲网络 并且你们上次课刚实现的 聊天室 里边是不是就要用到网络 对吧 对于我们Sock的通信来说 网络肯定是有一个 Server端 有一个Client端 对吧 对吧 那咱们带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因为后边我们在写的时候 这块知识是什么理论基础 对吧 你必须有了这个理论基础之后 我们再去讲RPC 你才会能更好的理解起来 那首先Server端 有哪几步 就咱们主要的步骤 首先第一个 我应该是去调用 Net包下面的 Listener函数 Listener函数 不是Listener是吧 LISTN 是不是这样一个Listen函数 对吧 Listen函数调用完以后 你会得到一个 Listener的这样一个对象 对吧 我们一般把这个对象 称之为监听器 或者监听者 是吧 然后再往下 我拿这个Listener TENER 对吧 Listener是不是去调一个函数 叫做ACCEPT OXF的函数 咱们前面说 你在调Listener的时候 不会组测 调OXF的时候 是不是就组测了 对吧 调这个函数 然后呢 调完以后 会得到一个Connect 对吧 用于通信的 这样的一个套戒字 对吧 前面这个是用于监听的 这个是用于通信的 实际上 这个东西跟咱们之前 那个C语言 咱们所学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吧 只不在购言当中 省去了咱们C语言 写的什么 什么Band 对吧 又是什么Listener 对吧 省了那些 省了Socketer 对吧 省了那些创建 然后呢 再往下 服务到这玩意儿 如果能得到这个用于通信的套戒字 说明服务已经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 接下来对于服务器这端 我们首先要进行数据通信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是客户端 先发数据 所以说服务器应该是Connect 去调哪个 RAID函数吧 对吧 READ 大消息就去管了 RAID函数 对吧 那这里边我就可以读到数据 那读到数据 对应咱们前面应该是小写转大写 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其他处理 对吧 然后我在Connect的点 用什么 WRIT RAID 是不是再给它写回去 对吧 那最终在结束的时候 还是你的这个 一个是我们前面的这个 Connect的用于通信的这个套戒字 通信结束的时候 我应该给它调 Close 给它关闭 对吧 再有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 Listener 这个监听器也是一个套戒字 对吧 他最终结束的时候 也要调一个 Close函数 是不是把它关闭掉 对吧 在构源里边上 这些函数 首字母都应该是大写的 这个我就不再去 那什么 就是帮助大家回顾一下 咱们把这个网络通信 再熟悉一下 因为毕竟大家学的时间比较短 对吧 那对于构源来说 这个东西 我实际上可以在最开始创建好之后 加上一个 Defer 对不对 加一个Defer关键字 把它注册一下 那它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就自动调用了 包括咱们之前说的 什么 打开关闭文件的 OpenClose 是不是都可以使用这个Defer 去对Close做 对吧 如果C元当中也有这Defer的话 像咱们MyLock和Free 是不是都可以用 Defer去做 对吧 构源有这个Defer关键字 这是Server端 所要用到的 网络通信的一个基本流程 那再回顾一下 Client端呢 Client端跟Server端对应的是什么 首先Server调的Listener 其实是设置监听 然后调和Cept 是去启动监听的 对吧 那客户端应该是调哪个 Net包下面的哪个函数 戴网函数还记得不 对吧 掉Net包下面的戴网函数 拨号嘛 对吧 拨号以后 它会得到一个用于通信的Connect的吧 那这个Connect的实际上跟刚才的Except的Connect 他俩是不是一一对应的 因为我们有相同的IP地址和端口 对不对 然后他俩呢 就可以互相举行通信了 那对应服务器那端呢 是锐的的话 我客户端这边应该就是 什么还说 Connect的点 Rat 是吧 WRAT Rat写数据吗 那写完以后呢 服务器那端呢 把转大写以后的数据给我写回来了 我在这边应该是Connect的点 是不是Read再给他读进来 对吧 那同样也是 你的这边 如果要假设通信结束的时候 我可以去掉一个Connect的点 这样 Close Close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你可以在最开始 Dial函数完事之后呢 直接使用一个Defere 加一个Defere关键字 把它关掉 对吧 这是 当然这是咱们回顾 这个购语言 它一般性的这样的一个 Socket的这个网络通信 这个应该 没有什么问题吧 可以吧 对吧 是咱们以前的这个知识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 咱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RPC的 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一般步骤 RPC 对吧 RPC它使用的步骤 这个级别 对吧 那我就这样吧 把它这个步骤 写出来就完了 这还不行 稍等 把它改一下 这不要了 这样 好吧 RPC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步骤 我应该跟它是一个级别的 是吧 这个没正好 还是三级吧 RPC入门使用 三级吧 去注册 RPC服务对象 对吧 这些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在这个讲义里边都有啊 在讲义里边 只不过他就没有把这个步骤给理出来啊 就是你得去看代码 然后自己去总结 好吧 我们先就是因为刚开始接触嘛 这个我多说一嘴啊 我们是循序渐进的啊 也就今天和明天我会带你写这些东西写这么详细啊 让你把这个入门基础打好啊 等到大家慢慢跟着我上道以后后边我就不会再写这些东西了啊 咱们就直接录代码了啊 第一个是注册RPC服务对象啊 注册好了以后呢 在注册的时候我们需要完成一件事就是要给这个服务啊 给对象就直接简单说了 给对象去绑定方法啊 绑定方法里边呢 这里边涉及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我先要第一件事啊 需要定义 第一件事要定义类啊 第二件事呢 要绑定类方法 这两件事定义类和绑定类方法里边应该是咱们前面四天基础课里边给大家讲的面向对象的里边那个知识 还记得吧 当时咱们讲了什么构言当中的类是什么 sdrug的对不对 绑定类方法呢 那就是在这个func函数后边是用一堆小括号 在函数名之前用一堆小括号 然后指定这个类绑定到哪个类方法下边 还记得当时咱们讲有interface吧 对吧 如果你有一个接口以后呢 那你的这个类绑定的方法 如果按接口实现 它是不是就可以去实现多态了 还记得这个吧 这个都会在这个RPC注册里边都会用得到啊 这个后边再说啊 继续咱们写代码的时候 再来说先把这个基本步骤我们先熟悉一下啊 第一步就是注册服务对象 然后绑定类方法 第二步 需要去创建一个监听器 监听器 创建监听器 好 第三步需要建立连接 你发现这两步 是不是跟咱们刚才的服务端的这一步 这一步和这一步是不是一样啊 你这一步的作用 是不是就是在创建监听器啊 我看吧 这一步的步骤是干嘛 它是不是要是启动监听 然后呢 建立 建立连接啊 对吧 为什么就是前面要给大家先复习一下这段啊 实际上我们RPC基本使用步骤 跟这个使用步骤是很类似很类似的 OK吧 好 建立好连接之后呢 那对应咱们原来呢 是直接read write了吧 read write是干嘛 读数据写数据 那我们现在RPC我们还是读数据写数据吗 不是对不对 因为咱们说我用RPC我主要不是完成数据传递了 我应该是完成 对远程函数调用 对吧 我应该完成远程函数调用啊 所以说第四步在这个阶段啊 不太跟那个刚才上面就不太一样了 他应该是去将连接啊 给他绑定RPC服务 这样一段操作 这是RPC使用的这样一个步骤啊 那当然我们说我前面给大家说的这个使用步骤呢 是服务端的 刚才网写了啊 这是服务端的使用步骤 那对应了有服务端就要有什么呀 客户端吧 对吧 把这个先写出来啊 一会咱们再 什么情况 客户端对吧 看一下客户端的使用步骤是什么呢 客户端使用步骤你可以参考 刚才咱们上边这个 就是购源当中一般性的网络 socket通信的客户端使用步骤上来是吧 Dial然后Rate 这个Rate最终是close 对吧 那RPC的客户端使用步骤呢 是用RPC先去连接服务器 这个跟咱们刚才的这个连接差不多吧 不是不是差不多 是对应的吧 你这边是建立连接 等着人家来连我 我这边会是不是主动发起连接去连他呀 对吧 那对应咱们原来在socket的通信当中呢 你那边是Dial except 我这边呢是Dial谁啊 Dial 对吧 那这里边实际上也是一样啊 这个后边一会咱们再讲到函数的时候 给大家说啊 我先写一下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RPC点 去调用一个Dial函数 对吧 有RPC啊 去调用一个Dial函数 好 然后再往下 第二步 就该完成咱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调 调用远程函数了 就最终我们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干这样一件事啊 对吧 我在本地去调用远程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那干脆我把这几个都给大家写一下啊 这样啊 嗯 这段啊 注册RPC服务呢 我们用到的是RPC包里边的那个函数叫做Register R-E-G-I-S-T-E-R 小写 S-T-E-R Name Register name啊 里边呢 第一个应该是传一个参数 这个是一个服务名啊 这个一会咱们会写带大家去看函数圆形 然后我们再去写一个demo 再进一步熟悉啊 这里边先熟悉一下啊 然后第二个呢 应该就是我去 这个回调对象啊 指定一个回调对象啊 具体回调对象怎么弄 一会我们再来说 你先大概熟悉一下啊 把这个接口什么的 我们先熟悉一下 好 然后这是创建监听器呢 就跟咱们Sock的那个基本是一样的啊 就是ListenerListenerT-E-R 然后呢 Arrow 冒等于一个 Net包下边的Listen 就是吧 这是创建监听器的方法 然后建立连接呢 你应该能猜出来了吧 怎么建立连接啊 这个没写啊 写上 够远 用谁去建立连接 Except对不对 Cone. 然后Cone. 然后呢 Arrow对吧 然后冒号 那个ListenT-N-E-R 这个A-C-C-E-P-T 对吧 I-D-O-C-F 那最后最终 最终绑定服务的这个啊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不太清楚了 对吧 绑定服务呢 我们用到的是 RPC包下边的一个叫做 Serv-S-E-R-V-E Serv-Connect 然后里边给它传一个Cone进去 就把你刚才建立连接的这个 放到这里边啊 给它绑定就OK了 可以吧 好 那对应把客户端 我们也稍微写一下吧 客户端这边的 Go 对吧 客户端这边第一个连接服务呢 跟我们这么那个普通Socket是一样的 Connect的Arrow 然后也是掉那个Mal等于啊 也是掉那个Dial函数 Dial 但是要注意这个Dial函数 咱们在普通的这个Socket通信当中 Dial函数是Net包下面的 对不对 我们这里边掉的不是Net包下面的 我们掉的是RPC包下面的 Dial函数啊 就是刚才我写到上面了 是吧 直接把它拿下来了 是吧 掉RPC包下面的Dial函数 好 然后接下来 下边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掉用远程函数了 对吧 怎么样去掉用远程函数呢 刚才咱们说了 你掉用远程函数 是不是应该像 前面咱们说应该是像 掉用本地函数一样 是不是去掉用远程函数啊 我把它这个加粗一下啊 这句话很重要啊 像掉用本地函数一样 是不是去掉用远程函数啊 那你怎么像掉用本地函数一样呢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跟刚才的 我们在这个位置绑定这个类方法啊 和这个回到对象 它俩是有对应关系的啊 就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回调啊 那这个回调呢 我们需要把它调起来 用的是connect的点 这边是不是返回给connect的 对吧 connect这点调用一个叫做靠方法啊 靠方法里边呢 我们首先里边要传这么几个东西啊 一个是这个服务名 服务名 然后后边点一下方法名 这个要注意 方法名 这个要注意 服务名和方法名 都是放到双引号里边 作为一个字符串存在的啊 这个语法是比较古怪的 这样的一个语法啊 作为一个字符串存在 然后呢 再往后边啊 就是你对应的 你既然有服务名了 有方法名了 那我们对应是不是要有一个参数啊 对吧 那这个位置再往下是一个传入参数 传入参数啊 对于C程序员来说 就不用再跟你解释 什么是传入参数 什么是传出参数了吧 对吧 然后第下一个呢 应该是一个传出参数 这个概念我不想再说了啊 如果有同学不清楚的话 你在这里边给我发 我一会再跟你讲啊 什么叫传入 什么叫传出 你要不清楚的话 你在里边问 好吧 这传入传入参数啊 是咱们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了 那基本啊 就是你的这个服务器和客户端 它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OK了 服务器和客户端通信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 好了 那这个流程先给大家大致说到这啊 就到时间了 咱们休息十分钟 下几个回来呢 我们就开始写代码啊 咱们写一个服务器 写一个客户端啊 那课前休息 你如果要假如说没事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 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函数呢 都是在刚才咱们给大家讲的这个 购源中文文档啊 你要是能能上都都能上网了 没有不能上网了 对吧 有可能有同学是用手机看的这个啊 你打开电脑的话呢 你要假如说不好联网的话 你就看我的跟你讲义里边发的这个 离线版本中文文档啊 打开这个index.html是一样的 是吧 离线文档里边往这边看啊 这边列表当中有一个net包 net包下面有一个叫做rpc 是吧 啊 net包下面的rpc啊 在这rpc里边呢 会有这么一系列的这一系列的函数啊 然后呢 课间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 比方说regest name啊 对吧 哎 比方说accept啊 哎 比方说刚才的这个servcon啊 对啊 还有什么servrequest啊 等等等等啊 还有serviceconnect啊 这些后边一会咱们会用得到啊 你可以提前先运行一下 下节回来 咱把这个函数带大家系统的说一遍 然后我们去写这个程序 好吧 把这个rpc的这个远程调用服务啊 我们把它实现出来 好了 先休息十分钟吧